今天是全國人口普查日 不過受到疫情的影響 灣區各個縣市的參與度都是偏低的 其中三藩市的參與度更加是當中的最低 陳家琪報導 根據人口普查局 截至3月28日的數據顯示 全國有大約3乘3的人完成人口普查 加州的比率大約是3乘2 其中在灣區 包括透過網上 電話和遊籤方式填寫表格 三藩市的參與度比起 Alameda院、San Mateo院 和Santa Clara院為低 只有31.5% 而Santa Clara院就有近四成 我們可能不可以選擇 但我們應該要計算 不僅僅是關於政治的代表 但也關於錢 尤其是現在的公共健康 我們需要資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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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藩市市府表示 三藩市今天的參與度稍稍提升至36.4% 不過比加州平均的37.9%仍然為低 市府說人口普查只有9條簡單問題 填寫過程也少於10分鐘 呼籲市民要積極參與 人口普查局表示 為了配合居家抗疫令 和人與人之間要保持距離的規定 所有與人口普查相關的工作都推遲 局方將填寫人口普查的截止日期延遲到8月中 而上門幫手填寫人口普查的普查員 也都暫定將於5月份才開始工作 為了鼓勵三藩市市民積極參與人口普查 安老自助處特別安排了大抽獎 獎勵填妥人口普查的人 將會有4名幸運兒 各自獲得1010元的現金獎 其中兩名得獎者在今日誕生 第二名得獎者是 姓楊的一位女士 她住在三藩市 她住在94112區號 她在3月10日第一日收到信 就已經完成了人口普查表 安老自助處原定第二次抽獎日期 將會是6月30日 不過由於人口普查的截止日期 將會延遲到8月中 所以這個抽獎活動也會延遲 26台記者陳嘉琪報導